暑假期间的热门活动 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年节 即将从7月22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德新运动场热闹展开了 为了迎接这场盛事 新城乡乡各部落也利用晚间齐聚希望广场请假练习 而县长徐正伟还有新城乡长何立台 特别前往会场关心排练情况 期许族人们都能拿出最佳表现 让到访花莲的乡亲感受到部落的文化魅力 为了迎接联合丰年节传统记忆盛事 新年乡大大小小动起来 有14个部落族人们和种子老师 用晚上的时间去在新城乡 原住文化馆前广场 在专业资深舞蹈老师的制造之下 锦络密鼓练习着花莲县线 联合丰年节大会舞动作 联合丰年节传统也在版文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舞 来唤清云术民族丰年节的到来 不怕对不对 这就是真相的力量 不要觉得说好难好难 我不学我不练 你已经学会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家有没有很棒 新年乡大会的代表是一年一度的风年节 是主人们最重要的节日 除了传承祖先所留下来的美丽歌舞 也和游客们一起来欢庆 原住民在整个文化的推动 艺术产业等等各方面特别特别的注重 我们花莲县原住民占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不管在任何的一个场所也好 在任何一个文化的推动也好 任何的活动方面 都有看到我们原住民杰出的一个表现 不只是在5G方面 迎宾舞方面 以及各方面的表现 都让人家觉得 住起大拇指头 现在许中文也资争新的江公署 上文言排电费 感谢部落主任们共享胜举 而花莲县先言言迪布斯依赖 周经由李正文等多位民意代表员入戏到场 带一点新饮料以及赞助费用作为支持 记得将型言为呢